大家好,我是索雅和 大半夜的,醒过来了 完了以后,刷了一下手机 又是喜达普奔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正式宣布 美国已经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的地位 在土工的所谓的国安法 即将要表决的前夕 美国的国务卿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的是整个晚上再睡不着了 特别兴奋,特别高兴 真是感谢上帝 你的战士,你的勇士 在关键时候总是这么勇敢 总是这么的为了信仰而战 为了正义而战 真的是叫做用杜甫的诗讲 就是大半夜的漫卷诗书 喜瑜狂 真的是特别高兴 在这样的一个被土工的奴役 土工的恶,压的是传不过气来的时代 终于看到了一点点文明的希望 终于看到了一点正义的力量 所以我要赶紧做这么一期热点新闻的评论 说什么呢 如果说我现在开始跟大家扯一通 如果香港失去了自治地位 香港失去自由港的地位 中共如果真的把香港搞残了 这个会对中共有多大的影响 有多少多少亿 这些话没意思 大家都知道 而且都是公开的资料 你看土工的所谓的御用 自己的经济学家 什么黄熙帆都说 香港对大陆的贡献 每年是在1万多亿美元 那了不得的一个贡献 远远超过了中美贸易之间的 所有的贸易额 这么大一个叫做什么金库 土工为什么要把它毁掉呢 是吧 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跪在地上 苦口婆心的上书 劝习近平这个宠户 习主席啊 你不要把香港毁掉了 这个一定要什么 要见机行事 香港没了以后 中国的经济就完了 我还有一些我所尊重的经济学家 比如说薛晓连教授 我非常尊重他 我很喜欢这个大哥真的 然后他也在那里说这些话 比如说呀 中共关起门来玩是没法玩的 我们关起门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既没有美元的流入 我们也没有这个订单 你关起门来怎么玩 如果香港没来 那更麻烦了对吧 说的头头是道 可是人家习近平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 人家习近平关心的是 香港在的话 对中国内地构成一种威胁 人家是想把他的这种 这个所谓的奥威尔式的 一种极权统治赶紧输入到香港 然后全国一盘气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中国大陆用那种奴役统治 用那种极权统治 他德行引手 他岁月静好 知道吧 他成功 成功 满满的信心 满满的成功 他想把这个东西赶紧扶着到香港去 先把香港搞定 然后接下来搞台湾 所以你看到没有 真正有智慧的人 是怎么说话的 美国有一个参议员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就刚才我说的话 他说一定要阻击 一定要拦住这个土共 中国中共对香港的那种 那种什么奥威尔式强权管理方式的输出 一定要去捍卫香港的这种自由的位置 一定要捍卫香港人的法的权 法治的权力 知道吧 因为他用了一个词叫奥威尔式极权 我跟你说 土共这些年呢 在中国搞这种奥威尔式的极权 哪儿拿过看着你 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德行临手 而且每一个中国的屁民 都是这种阿威尔式政权的 他不是受害者你知道吗 他是一种什么 他是一种合作者 是一种供谋者 所以他在中国 他为什么习近平王岐山 这帮人他们搞这一套 全世界人都讨厌的东西 他如此的有信心 如此的高歌猛进 如此的没有一点点底线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 这个东西在西方世界 是不受欢迎的吗 是人人都讨厌的吗 他没有关系 在国际上他用钱砸 是吧 在国内就用枪口对着你 你不听话我就干你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 你才会理解 为什么在香港 这样的一个法治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 一百多年的一个司法 一个英伦司法的传统的地方 居然有女生就消失了 被强奸了 居然有那么多人就是消失了 居然警察就可以在街上 大打出手 然后没人管 你怎么的你一点呢 共产党他就是用这一套 他做这些事的前提 就是他香港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老百姓 我自己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关你西方人屁事 如果你西方人非得要骂我 非得要批评我 OK我给你一坨钱 封你的嘴好吧 你给我闭嘴 拿着钱去吃喝瓢赌去 他就这么玩的 所以他就很简单的两招 这个魔鬼做事情一点都不复杂 他只是抓住人心的弱点 你西方人不是要钱吗 你川普不是要钱吗 你默克尔不是要钱吗 是吧 你小土都不是要钱吗 你马克龙不是要钱吗 他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因为你非洲人不是要钱吗 我用一一一坨钱砸死你 你给我闭嘴 你别管我的事情 这是我的内政 这是我的家务事 香港人是我自己的屁民 我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想强奸就强奸 这是我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土工他深刻的意识到 这样的一百多年的一个香港司法的传统 那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你会看到在香港真正的靠近 就一屁股钻到土工怀里的是哪些人 是那些香港特区的政府的那帮人 真的 是那帮演绎的明星 这帮人去有奶就是粮 我们说这个政治家都是以谎言为生的 他没什么东西的 像林郑梅娥像这种垃圾 他就是靠谎言一步一步 他没什么东西 他没有一个专业操守 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司法的精神 另外一个像这种 还有一些所谓的明星演员 像陈农这种垃圾 他就是什么 就是有奶就是粮 这种人 就是人家说的说的不好听 这不大对的 什么婊子 什么什么什么无情的 这个细子无义 这句话说的很好的 其实 但是这不能一告诉扫医传人 在香港也有很多的明星 像我们的黄秋生 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你讲陈农 讲这帮垃圾 他就是这样 他没有任何的正义感 有奶就是那样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会惊讶的看到 香港的司法 就是法院系统 那帮穿着戴着英伦式的打扮 穿着黑色的法袍 然后戴着假发的白色的英伦式的法院的这种造型的法官 经常会出来游行 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法的传统 专业的精神你知道吗 所以非常的牛逼 我告诉你 这就是也就是说共产党 他意识到你想通过这种威慑 奴役凶狠的打压 你可以去把那些年轻的学生关进里面 可以去强奸 可以去屠杀 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这种东西对于英国的传统的司法队伍 你去做这个事情 全世界看到以后 你根本就没地方可站 因为这帮搞法律的人 这帮法官这帮律师 他们又不跟你来这些什么 所谓的这个你 所谓的这个什么的暴力 是不是 他会说英国的年轻人 香港的年轻人是一群暴徒 但你总不能说香港的一群法官是一群暴徒吧 所以他没有地方站 所以他意识到必须要把这个香港的这个司法系统 整个法的系统 法的精神要换掉 否则他怎么搞都不行 他怎么搞都夜不能寐 他睡不到觉 所以这是他为什么要强行推国安法的一个一个最大的原因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时候 他有能力把这个香港的司法系统完全从英伦的司法系统里面完全抽出来换掉 他有能力这么做 因为香港他觉得自己是他是他自己的地盘嘛 但是他至于他有没有能力搞定西方所有的政治家通过钱把他们买通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这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那我们知道他可以买通沃克尔没问题 甚至他可以买通马克龙 甚至他可以买通这个英国的Boris 买通加拿大的这个小土豆 可以买通非洲的那帮这个只看钱的官员 没问题 可是你能买通川普吗 你能买通彭斯吗 你能买通蓬佩奥吗 你能买通这个美国的那些资深的脑牌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吗 你买不通 我告诉你 这就是人类残留的希望 所以我当我看到蓬佩奥这样说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被土空的这种邪恶的这种力量 已经是侵蚀的是无法直视 真的是很难看 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世界 是一个正义稀缺的时代 是一个所有人都背内的上帝话语的时代 是一个人人都钻到前眼里的时代 真的是一个完全的每个人都拜马们的时代 包括我真的完全的拜马们拜金钱的时代 是一个为了一点点短期的利益 可以出卖自己的良心 出卖自己的价值 出卖自己的信仰 甚至出卖自己生命的年代 就是这么一个年代 全世界都这样 所以美国的那帮共和党的老牌共和党人 尤其是川普团队他们这帮人 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孤独的战士 过去我们说这个塞万提斯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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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战什么大风车是吧 唐吉科德应战大风车 说的唐吉科德是多么悲壮多么孤独 多么荒谬多么这个不可能 这种造型这种荒诞的造型 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什么 是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川普 美国的这个 彭斯 美国的蓬佩奥 美国的那边脑牌的共和党的参与 他们才是一群真正的 这个应战大风车的 这名悲壮的勇士 他们是一群少数人 他不是多数人 今天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 90%的人都已经与魔鬼共舞 都已经败倒在中共的石榴拳下 都已经被中共的钱所击打 都已经为了这点短期的利益 已经葬送了他们最起码的传统 最起码的信仰 最起码的价值 真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 充满了如此多的苦呢 为什么全世界会被一场这么大的瘟疫 搞得人心惶惶 真的是 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全世界 所有的航空公司的飞机 都停在机场 没法营业 中共已经把这个世界 搞成这样了以后 居然还有那么多的政治家 在帮中共说话 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媒体 在为中共站台 你能想象我们这个世界 已经败化到什么程度吗 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 你真的要感谢上帝 在如此黑暗的时代 依然有一些亮光 而且这种亮光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最有力量的亮光 这就是美国的 这个白宫的 川普 彭斯 蓬佩奥 这一帮人 真的 他们并没有被 魔鬼 诱惑 他们并没有被中共的 这种金钱的外交所击倒 他们还持守他们的信仰 他们看上去 依然是那样的勇敢 所以我可 我只能说 上帝并没有放弃我们 真的 我们的勇士依然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蓬佩奥的这样的话 我们能做什么呢 真的 我们 第一我们要认识到土共的这种邪恶的实力 已经把这个世界侵蚀的是满魔疮业 无法直视 你知道吧 你看新疆 新疆这个地方搞成什么样了 真的是 在如此一个所谓的21世纪 居然有集中营出现 你看看 你看看香港搞成什么样 它是不会反选的 必须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站起来 挑战这样的一个集权统治 必须要阻击他们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指望欧洲的那帮家伙 它是没有戏的 他们都是站队的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的美国的 今天人的时候 最后一支正义的力量 依然是美国 美国的共和党人 依然是这帮人 其他的这些国家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甚至包括台湾 我告诉你 以色列 英国 法国 德国 德国就不用说了 基本上是跟 跟土工是同穿一条裤子的 都是 怎么 察言观色 都是在随时准备 转换自己的姿势 既不想得罪美国 又不想得罪中国 然后就是见机闲事 因为他们就是这样 一群缴械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一群 没有什么稳定价值观的人 没有稳定的信仰传 传统的人 只有美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些人 我们有什么用 我们什么用也没有 唯一的有用的 就是我们的一张嘴巴 我们也打也打不过别人 骂也骂不过别人 对吧 我们作恶的本事也不如图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唯有祷告 我们只有一个话语 只有一个信心 所以我真的呼唤所有的 有上帝信仰的人 我们要起来 我们要起来 我们要日益不停的祷告 为川普祷告 为美国祷告 为美国的共和党人祷告 为彭斯祷告 为蓬佩奥祷告 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 为民情秩序的国家祷告 希望他们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希望他们不要被土工的 这种金钱外交所击倒 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一点短期的金钱利益 而放弃我们的信仰 放弃我们的价值观 希望他们用他们最后的历练 用他们的聪明的头脑 用他们的健壮的体魄 用他们的高科技打败 看上去不可一时的土工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希望建立在 指望默克尔这样的政客 突然站在美国这边 不可能 我们不要指望美国的那些 feak news那些媒体 他们突然会站在我们这边 不可能 我们不要指望美国华尔街 他们会突然会回心转移 会放弃中共的那些不可能 我们唯一值得做的就是 我们为川普祷告 总统先生我们为你祷告 愿上帝的力量加签在你的身上 愿上帝的智慧加签在你的身上 我们为彭斯祷告 你是一个 你首先是一个基督徒 你其次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你再其次才是一个共和党人 希望你的这样一种生命的秩序 给你无穷无尽的力量 和无穷无尽的智慧 希望你大败土工 我们为蓬佩奥祷告 蓬佩奥是多好的一个人 今天早上我看他 发了一个推特 为他的妻子 感谢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在他的眼里 是一个又聪明 又可爱 真的 又智慧的这样的一个 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苏珊 我真是热泪盈眶 所以我说的一句话 我们在蓬佩奥这样的男人面前 我们什么都不要说 我们先学习 向蓬佩奥学习 如何做一个好男人 如何做一个好妻子 这才是真正的传统 今天的所有的看上去 孔伟有名的那些自由主义 现代主义 那些进步主义 他们都是要毁掉我们的家庭 毁掉我们的家庭 你看蓬佩奥这个时候 他把他妻子的结婚照 以及他们20年的沧桑的婚姻 沉溺在我们的面前 真的是让我潸然了一下 这是一个拥有美好家庭的 这样的一个好男人 好丈夫 有家庭在 美国就在 你知道基督教是最强调家庭的 一定要我们要回到常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为这些勇敢的勇士 为这些约束亚的后代祷告 愿他们刚强壮胆 持守上帝的律法 永远不要偏离上帝的律法 既不左也不右 以上帝的律法书为最后的一种力量 向着标冠直跑 战胜普攻 这样的一个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实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